大家好,今天那个曼省的威尼伯尔开始刮起了乔风,然后天气越来越冷了 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关于二手车的一些交易吧 就是说有的朋友喜欢去一些车行去购车 他们可能觉得就是更踏实,后期的维修保养啊,也更有保障 当然呢,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为了省钱,然后呢,就是选择一些私人卖车的进行交易 那么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两种方式的一些利弊吧 然后因为我是现在目前是在曼省,呃,威尼伯最大的二手车车行 呃,做二手车的这种销售,像我个人建议呢,就是说最好是选择就是一些大的,有规模的这种车行去买车 因为你像这样车行的话,一般他特别重视自己的这个reputation,呃,公司的信誉啊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买车的话,应该是对质量是非常有保障 呃,大的车行的话,他肯定要保证就是说车子的各项检测都要达到这个政府的要求 然后车子才能出售 这个即使就是说后期你买了车之后啊,如果出现什么质量问题 那么你可以回来再找这个车行,呃,预约个时间,他们都会尽力帮你,帮你这个什么,呃,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买了个人的话,尤其是个人呃,面临着回国,然后把车子处理掉 这样的话,你买了这种车的话,呃,卖车的人已经回国了 出现任何问题的话,那么你要后期联系起来,相当麻烦 所以这事就是说,我觉得这是第一点,从质量保障来说 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大的车行,他这个车型特别全 那么你选择更多一些 你看网络车行就是各种,基本上市面上常见的各种品牌的车都会有 比如这个日系,美系,德系,这个韩系 SUV轿车,跑车,房车 这个各种品牌的truck,我们这辈truck特别多 比如最流行的福特的F1,F150,然后到齐的宫阳,然后雪佛兰,丰田,尼桑,这个GMC 各种品牌我们都有,说是容易做对比 呃,但是相对如果你选择个人交易的话 那么他就,就是说这个车型就相对要单一一些 因为第三点呢,就是大的车行,他这个非常的正规 就是说文件各种paperware都非常的这个齐全 那么你买车之后,你也比较踏实,是吧 这个私人交易的,那么你要自己和买卖车的人要自己,自己去跑MPI 卖上这位叫Manitoba Public Insurance,简称叫MPI 去办理各种的这个paperwork,尤其最重要一点要去签一个bill of sales 相当于一个销售合同吧 呃,顺便呢,在那需要把税交上,然后呢,这样的话你才能上牌办保险 大概第四点呢,就是说 那么大的车行,他能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 比如你这个车子,原厂的保修到期了 那么那大的车行呢,也可以给你提供就是第三方保险 你可以买一个延长保修,就是延保,叫英文呢,叫extended warranty 根据你的需要,那么你可以买三年六万公里,或者五年十万公里 这个包括这个coverage的范围啊,也可以给你的需要,你自己领导选择 还有一些这个对车子的special care,就是特殊护理的一些服务项目 那么这是由车行所能提供的,但是个人的话就没法提供 最后一点呢,就是个人交易呢,在慢省来说,就是可以省税 毕竟个人交易的话,你只需要你交这个 百分之七的省税性,百分之五的这个联邦税你就不用交了 但是在车行呢,就算 这个百分之十二的税都需要交,百分之七的省税,百分之五的联邦税都需要交 个人就是这一点呢,就是省一个税 那么最终的就是我想建议大家,如果你想 后期使用过程当中踏实,放心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还选择就是大的车好去购车 但是如果你要就是预算有限,然后想买个简单的便宜的代步车 那那么你可以选择就是40交易 但是就说如果选择40交易的话,就是建议大家找一个这个比较懂车的人 或者机修工啊,去帮你看一下,就是把把关吧 看看这个车子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就放心的去买 这样的话后期也不会有什么麻烦,对吧 这个当然呢,就是也不排除就是说私人交易的这些车子当中啊 也有很多车况很好的,那么要看运气了 所以说这个上面的就是我给大家分析的是车行购车 还有私人交易的这个利币了 那么希望对大家在以后购车的过程当中有个帮助 如果喜欢我这个频道的朋友呢,麻烦您在视频的下方点击一个这个这个喜欢那个按钮 然后如果想长期关注我这个频道的话 那么,请大家这个麻烦你动动手 可以点击一下订阅 那么我后期更新的一些视频啊,您就会及时收到 好,这一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观看,下次节目再见,拜拜